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路上是不一样了 保鲜期仅两天 军中之王如何从3500米高原 走向全国餐桌 你拿到它之后你就要把它拢动 就去炖个汤老鲜了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中国行动 这是一个照耀未来的宏大布局 寂寞的大山因路而兴 罕至的绝育因路更美 现在让我们寻找乡亲们的期待 见证新时代当之无愧的超级功臣 湖南汝城县位于香岳干三省交界处 所有鸡鸣三省水筑三江的美城 清晨 十七岁的郑浩宇和爷爷走进大山 去往自家的竹林 小的时候经常和爷爷上山去看竹子 好怕他就是摔跤 因为山路上比较滑 就是感觉挺不容易的 鲁城地处南岭山脉中段 与罗孝山脉南端交界部 竹林资源丰富 从前当地百姓指示的竹林采冬笋 砍伐些毛竹 靠人力脱下山 做成家用和农用工具 换钱补贴家用 现在鸡羹道修到了山脚 山上建基地 山下办工厂 山外找市场 竹地板 竹丝材等加工附加值高的产品 越来越多 工厂连基地 基地连农户 以前砍竹子砍一二十条都很辛苦 到现在呢 这个山路都开通了 一个人一天都可以砍一百多根 一年收入有几万块钱 现在生活很好了 六转关 请注意 六转关 请注意 主期结束 又到了开学的季节 正好与大城乡村公交 回到县城上学 他是汝城县技能教育培训学校的 工程机械专业学生 就是小的时候 看他们开路的时候 看他们开 完全是感觉 他们真的 为我们那些大山的孩子们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然后感觉他们好伟大 我们具体在高层上面 怎么划分这个顺序 应用都是同学知道 课堂上 中国中铁的工程师林勇 正在给同学们解疑答货 正好与所在的班级 课程别具一格 有挖掘机示范课 测绘课等等 这些孩子都来自 汝城县偏远山区 在这里就读 不仅可以学习到一门技能 更可以毕业考核合格后 前往中国中铁的建设工地 拾起就业 教育扶贫 不仅斩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还在孩子们脑中 埋下梦想的种子 千岛湖位于浙江淳安县 是1959年建设 西安江水电站 蓝坝蓄水形成的人工湖 水域面积约为575平方公里 连绵的峻岭沿入库区 成为大小岛屿 共1078个 顾名千岛湖 从小的时候 我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半岛上 其实这里以前是个半岛 然后这个半岛呢 其实没有路 以前我的同学 他要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说 你顺着山上的电线杆走 你数到第26根电线杆的时候 可能就会是我的家 就是特别的闭塞 在这样一个闭塞的环境底下 其实我的获知感是很少的 所以我小的时候 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里 外人眼中珊瑚相连的美景 对于湖畔百姓 也曾是出行之上 夏江村是千岛湖畔的村庄 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 夏江村和淳安千岛湖区 交通的根本变化 起源于2003年启动的 乡村康庄工程 从2003年到现在 淳安农村公路 已经达到了2700公里 2014年改阔建通车的淳阳公路 起点位于淳安县县城千岛湖镇 终点位于冯口镇 全长64.6公里 沿途连接起五个乡镇 约十多万人口 淳阳公路就像穿梭在一幅山水花间 被誉为中国首条农村绿色公路 从那时起 交通的便捷 彻底拉下了千岛湖的面纱 引起越来越大 80后江丽娟 2016年 她依然放弃在杭州 打拼八年的高兴工作 带着儿子返乡创业 成为下江村返乡创业的第一人 我们从13年开始 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路上还是不一样了 回来的时候需要可能40多分钟 因为如果没有好的交通 其实我确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敢回到自己的村子里面 江丽娟将自家房屋改建为精品民宿 在江丽娟的带动下 下江村 现共有民宿27家 民宿经济 成了该村的特色产业 使得这个常住人口不过千的小村庄 年纪的游客 达几十万人次 下江村 千岛湖 从有女不嫁下江郎的山务 变为美丽乡村 输出美丽经济成为了梦胎史的地方 生动演绎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篇章 小新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位于四川省西北部 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端 每年的七八月 大山进入雨季 也是云绕高山的季节 张飞是安徽四县人 2016年7月 三十岁的张飞 被派到小金县老营乡甘家沟村 任扶贫第一书记 一大早 他就匆匆赶往村里 人家这用的是叉叉 在那哈 你这就不用 你这个出拐 坐 雨后的高原 给当地的百姓奉献上一种珍贵的食材 松茸 木拐杖 布袋 一部摩托 这是采荣人的标配 松茸目前无法实现人工栽培 主要分布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 生长于地埃分散的青岗树下 由于地处深山极难寻觅 远处的翠绿苍山 蓝天白云上有多美 你就知道 这里面的环境和自然 会亏赠给我们当地老百姓一些 特别美味的山珍 那就是郡中之网 松茸 你看 这两个 这么大 郡中之网 可以生吃的 但是现在太昂贵了 吃一颗这好几十块也算了 等王鼠拿去卖钱 每到这个季节 就是张飞最忙碌的时候 自从山里通了路 忙碌也通到山村 张飞从第一次直播 不到一分钟没话可说 到现在话题信守烟来 谈侃而谈 张飞已经是有八十多万粉丝的 网红书记 吃饭 进来吃馋饮头 好 现在有没有人下单 松茸 今天早上你直播那会儿 卖了好几十单呢 都是哪里的 都是全个各地的 这个餐厅坐落在海拔 三千二百米的麻祖寨 云是大山的外衣 这个如同云上的餐厅 网友们给了忘忧云亭的哑称 张飞的妻子李平 关掉县城里生意不错的店铺 带着孩子陪伴丈夫 一起上山来麻祖寨 舒护的季节 张飞整天在外面跑 很少回家和妻子李平 一起吃饭 李平特意给丈夫 熬了一锅松茸白米粥 小心松茸 均香浓郁 肉质紧密 松茸的保存是极其困难 新鲜松茸采摘后 松茸的保鲜期只有两天 极限期限也只有三天 而且要在三到五天内使用 下午张飞和妻子下山 他们要把乡亲们的收获 发快递出去 坚持坚守你的梦想 对不对 坚持你想做的 来 王哥 今天那个 带过了二三十斤松茸 你拿到家之后 你就要把它冷冻 回去炖个汤 老鲜了 张飞一边熟练地 将松茸装香 一边时不时地 与粉丝互动 过去采好的松茸 到县城就要一天 现在从成都到小金县的车程 从九小时缩短至了四小时 第二天 小金松茸就可以走上全国各地的餐桌 出下的玫瑰 剩下的松茸 金修的苹果 每到收获的季节 也是张飞话说的最多的时候 来到我们小金的苹果园 路通万事通 悟畅千叶行 甘家沟村的百姓 早已不再旺谷兴探 因为他们身边 不仅有带领大家致富的网红书记 更有自家的天心公路 环湖公路 送来传统记忆传承人 水乡古镇焕发兴生 江西县县通高速 致富村村有出路 路越好 我们来的人越多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东风为你红一条 为中国没做过好 这是你来空中的 一切风发向你吧 陆植镇位于江苏苏州吴中区 距今已有两身五百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座以桥著称的水乡古镇 公阿二今年已经年过八旬 公阿二是个手中闲不住的老人 他制作的是当地民俗表演打连香的道具 连香棒 江南古镇历来都是航运的商业重镇 陆植连香 用舞蹈庆祝往来商户和运河船夫的平安 十一旅游黄金周将至 岁月不饶人 这是公阿二给自己安排的最后一次演出 他专门来定制一身新的服装 青莲山子藕何常 江南水乡人家的传统服饰 是打连香表演的专用服装 现在作为飞翼传承 也成了本地和外来游客喜欢定制的服饰 陆植打连香 起源于清代 在吴中地区往为流传 每周末 公阿二都带着年轻人排练 鼓声一醒 老人家的精气神 就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这是他教授的第几批学生 公阿二可能都已经记不清了 现在来找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老记忆新活力 老人教得尽心 古得尽行 2017年底 全长186.7公里的 吴中区环泰湖公路建成通车后 将原来不同达的吴中西山 东山两座孤岛串联起来 这使幽静的古镇 寂静村庄活络了起来 打联香现在已经成了陆职 乃至苏州旅游迎接游客 活跃气氛的必备表演 公阿二 这位本应居家养老的老人 又找到了年轻时的自信 公路是文明的延伸 濒临失传的记忆 引公路再次舞动 在江西 无论是在大山腹地 井冈山红色根据地 还是在省界老区 都已经实现现线线通高速 形成了纵过南北 横跨东西 覆盖全省 连接周边 辐射全国的高速路往大格局 上万高速是连接上饶市 和万年县的高速通道 它的开通改变了 革命老区横丰县 五高速出口的历史 也改变了老区人民的生活环境 走走走走走 我们小手大小手 走走走走走 一同去交友 白云游游游游 周六上午 张婉游和妈妈一起坐上大巴车 今天同学们将要前往城郊的王家村 参加特殊的体验之旅 对于王家村的村民来说 像这样的游学体验活动 每周都要接待几次 每到这个时候 王涵都要担任义务讲解员 为孩子们宣传村庄的人文典韵 和家风家训 古代的书童 是读书人 我就是希望你们 不但在学校里面要重视阅读 在校外 也要把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 家长也陪着你们一起来阅读 白风险 王涵是王家村最早一批 走出大山考上大学的人 在王涵看来 交通不便是家乡最难忘的回忆 也是困扰家乡发展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老婆 她第一次到我家里来 她都开始 从她家里坐到县城 是坐四个轮子的 然后从县城 到我们这个地方 就改成三个轮子了 到了这里以后 就三个轮子 就必须改两个轮子了 就限制好了 四个轮子 直接就到达任何的目的地了 就今年的矮人 他们快过年 过年有时了 随着乡村公路建设的推进 宽敞的柏游路 秀到了家门口 王涵产生了 把王家村打造成一个 特色旅游村的想法 厌建环境这么好 相逢文明又这么好 我们真该做点什么 试试 王家先人自清朝康熙年间 从闽南迁徙至此 他们更读尾本 书相传家 重品行修养 数百年间 王家村从没有出现 一户不良信用记录 没有过一例治安案件 王涵决定 用王家村良好的村规村俗 打造 浩克王家文化旅游品牌 15年的时候 就是上万高数 经过我们村子 就增悦了我们村的金某田 作为我们的一个启动资金 全国有24个省市的参观团 到给我们这里交流 路越好 我们来的人越多 短短三年 只有27户人家的小村庄 成为了远近文明的 休闲旅游目的地 年阶带游客超五万人次 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这个路 它确实是我们的民生路 是我们的自负路 旅路 小看路 和谐路 无望出新 进行承诺 迄今为止 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像中国这样下大利器 为乡村注入驾桥 这个超级工程 新的是路 带去的是人气财气 改变的是农村面貌 联系的是民心与福祉 这是中国交通建设 新时代最暖心的成果 童年我起着山 现在我背着山咯 开马就见山咯 出马就爬山 机会回梦里我别了山 我喊了一生山 大山 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中国行动 这是一个照耀未来的宏大布局 寂寞的大山 因路而兴 罕至的绝育 因路更美 现在让我们寻着乡亲们的期待 见证新时代当之无愧的超级工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